多虧YouTube这类的平台出现 各路英雄好汉鬼点子全出炉 像如果要出远门几天 准备一个脸盆装水后把花盆放在上面 这个我好像有介绍过但不是这种用途 还有这种用棉绳吸水到土内 这个也不少人介绍过 当然也包括我 装水容器够大几天都不用浇水 但劝你这个方法也不要用 然后是这种市面上有在卖 懒人种植浇水利器 也不建议你用 最后有人用点滴方式制作出点滴浇水 因为管直系 我也是钓过点滴的人 生了青苔堵塞的情况就来了 总而言之 会做出这些设备的主要原因 是希望土栏保持潮湿状态 但我只能说短暂的状态下可以使用 就像出远门几天无法浇水 但你知道吗 植物也需要土栏干燥的时候 水饥渴刺激根部 如果土栏一直保持潮湿状态 根部的生长就会迟滞 根部的脱寡也相对影响植株的成长 所以种植行家除了判断表土干燥外 本体干燥也很重要 在植株处于水饥渴的情况下 便会让根部往四周生长寻求水源 此时肥水充分灌入 植株一下子获得补充 于是长得更加旺盛 所以土栏水分的控制是需要经验判断的 1.植物的种类浇水 有些植物长在极为严苛的环境下 比方多肉植物 为了适应干燥气候 它的精液已经进化可以储存水分 这类植物不需要长浇水 倒很适合懒人种植 而沙漠玫瑰也跟多肉植物差不多 两者在比谁先烂掉不是枯萎 种在盆栽里偶尔浇一次水 我想一星期或两星期一次吧 而种在田土里老板说根本不用浇 但我还是偶尔会浇点肥水 玫瑰与沙漠玫瑰虽然少了两个字 但玫瑰花的特性与沙漠玫瑰完全相反 玫瑰花是种肥又种水的植物 每天早晚浇个一次它也不会嫌多 这时候就不用理会前面介绍的水饥渴问题 对于水来说它是来者不拒 这是球根植物固顶花 一年四季不休眠 球根类植物只要表土干燥 再饿个几天浇水也没关系 但有些球根植物就要留意 当它开始进入休眠期时就要停止浇水 有些能放在表土休眠 像台湾百合花 但有些就得掘起来冷藏 而大多数的蔬菜类就可采用前面介绍的方法 等表土干燥促进根部生长后 再一次性浇好浇满 千万不要再使用懒人浇水器了 什么时候浇水最好 植物经过一夜休息 当早上太阳升起时 植物也会打开夜背的气孔 此时浇水是最适当的时机 因为叶片呼吸的作用使得水分大量流失 这就叫做增散作用 如果土壤水分足够 就不需要浇水了 而不适合浇水的时间却是在傍晚 因为此时增散作用的气孔足以关闭 白天所制造的糖粉运往所需的地方 若此时浇水 经不会有涂长的现象 不过如果遇到炎炎夏日 万不得已涂朗干得很快时 也只好早上与傍晚各浇一次水 而最最不适合浇水的时间 就是夏日的中午了 一旦浇水后会造成植物内的水分 外界的水分温差过大 这对细胞有极大的伤害 再者 水分残留在叶子上 会有聚焦的作用而烧伤叶子 就好像放大镜一样 表土变硬的处理 虽然说表土变硬的事情 会因为使用的土壤而无法避免 但我们可以用竹块在表面上 往下搓数个小洞 这样浇水或施肥时就能顺利往下流 而不会一直在表土上慢慢陷落 此外还有个方法 把表土刮一小层土 不要伤到根部 在根出实力 辅液土或发泡链时 搅拌就可以改善这个浇水问题了 这样浇水时就顺畅多了 正确的浇水对盆栽来说 从表土流出盆底 确保盆内每寸土壤都是湿的 有时要留意水只是顺着一条边倒下来 这样就白浇一场了 这一集的视频就介绍到此 目的是培养大家正确的浇水观念 我们下回见咯 我们下回见咯